大家知道《推背圖》 是唐太宗時期的星象學大師李傳楓跟袁天綱 奉太宗之命寫下的預言書 用來警醒後世 順天而行 《推背圖》的預言被依供認是非常準確的 《推背圖》第五十三項 在圖裡可以看到三個人 底下的趁寫著 《關中天子 李賢下世 順天修命 半老游子》 這項其實是預言者習近平會成為中國領導人 第一句確實符合習近平的特徵 一個孝子自欺來 但是他登上權位了 是不是就能手握錢剛 天下安了 似乎沒有 反而現在是天下大亂了 中國變得內憂外患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《推背圖》不准嗎 不是